1933年的夏天 老舍先生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便完成了离婚的全部创作 除了要在十万伙计中完成梁友文学从事的约稿 更是因为老舍此时自己已经写入了谜 在距离定稿的前三天 老舍激动地给梁友主编赵家碧写信汇报称 离婚是迄今为止自己写出的最佳作品 我要拿它恢复被猫城所丢的名誉 同样是在1933年出版 稍早一些问世的猫城记 因为被认为存在影射 甚至攻击革命政党的问题 招致了左翼文人们的激烈批评 在故事中 老舍本人最擅长的黑色幽默式的写作风格 与严肃悲惨的故事基调 似乎并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在与赵家碧的通信中 老舍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时局如此 而我非幽默不可 真是心于守卫 含着泪还要笑 笑得出吗 不笑 我又不足以得胜 在后来1935年12月 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 老舍先生也是再次反思了作品的失败 坦诚 猫城记毫不留情地 揭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 指出了自己的整个小说 只描述了社会存在的坏现象 但没有指出病根在哪 导致整个文章 最终沦为了自以为是的无聊说教 说到这里 老舍先生还不忘幽默一把 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 能在粪堆上找到粮食 一个真有思想的人 根本不将就这堆粪 只有半瓶子醋的人 想维持这顿份而去劝告苍蝇 这不卫生 我吃了亏 一时忘了我还有块脑子 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合理地推测出 老舍先生在创作离婚之时 已经接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 憋了一口气 想要重新证明自己 而他选择的方式 就是彻底回归幽默 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将讽刺进行到底 是要将社会的病根挖出来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执念 让这部小说中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90年后独来 依旧不觉得过世 好 大家好 这里是每周陪你去阅读 共同节目的举人 在上一期的视频中 我带大家一起粗略了解了 离婚的故事情节 没看过原作的朋友 可以先给本视频订个收藏 去看一下 而这一期 我将谈一谈我对这部作品的粗浅理解 一共大家阅读之余 打开思路 背后不多说 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老舍先生选择离婚来 作为整部小说的新河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是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 新的婚姻法 于1931年5月15日正式开始实施 规定了夫妻中任意一方都可申请离婚 这对于当时受困于包办婚姻的 中国女性来说 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也为之后的女权同盟会的建立 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然而由于中国人的爱面子 偏爱敷衍 妥协的处事哲学 以及当时女性在家庭中 仍然缺乏财政自主权的现实处境 导致了在那个时期 动离婚念头的人很多 但是付诸实践的却很少 都怕一样事 怕打官司 老舍在创作离婚之时 正是巧妙地抓准了这个现实矛盾 并由此将讨论 扩展到了国民传统性格之上 在小说里 各色人物几乎都患上了这个流行病 动起了离婚的念头 但却又都找各种的理由拖着不面对 甚至于像马先生这样的人 宁可跟着新婚一起逃到南方重新生活 都不肯面对司法的审理 将问题堂堂正正解决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 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 而又巧花 而这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 就是张大哥 读完离婚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将老李 视为小说的主角 认为整部作品都是在聊 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遭遇的中年危机 但老舍本人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 他坦言 张大哥才是灵魂人物 先有了张大哥这个核心意象 才有了小说中的那群人物 富泰尔体面的张大哥 在小说中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 而是一切人的大哥 你总以为他的父亲 也得管他叫大哥 他的大哥味就这么足 小说的一开篇 老舍先生就有一种极其幽默的方式 引你联想自己生活圈子里 这样一类典型的人物 在饭桌上 在聚会里 在闲聊中 你总能看到他们高谈阔论的身影 他们的肚子里仿佛藏着一套日中百科全书 随时随地能对各类事物 发出一番自己的高见 他们是中国市民阶层中的中流砥柱 努力扮演着替统治阶级训化 那些刚刚完成阶级月升小年轻们的 导师角色 虽然这些人自己从政治地位到经济地位 都还难以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实际处境 但他们却对分享自己如何敷衍上 糊弄下的人生智慧 抱有着极高的热情 并希望能借此 笼络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与他结成利益联盟 以此来巩固住自己阶层的私利 不使自己彻底的沉入无产者的队伍 无论是更早一些的老张的哲学二马 还是之后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你总能在老舍的笔下 找到张大哥们的精神近亲 这些人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里 但仍然信奉着传统的道德观念 保有着封建宗法下的人伦关系 这些人所标榜的 从来不是自己有多么大的野心 而是自己的知足 自己的温顺 自己的与世无争 自己是个他们自己口中的 本本分分的老百姓 这点也体现在了张大哥 对儿子的人生规划中 张大哥对于儿子的希望不大 北平人对于儿子的希望都不大 只半他成为下的去的 有模有样的 有一官半职的 有家有始的 一个中等人 科长就稍嫌过了点劲 中学的教职员又稍嫌低点 局子里的科院 睡官上的办事院 县衙门的收发主任 最远的是通县 恰好不高不低的 正合适 大学 不管什么样的大学 毕业 而后闹个科院 名利兼收 理想的儿子 做事不要太认真 交际可得广一些 家中有个闲内住 最好是老派家庭的 认识些个字 胖胖的 会生白胖小子 张大哥虽然热衷于公园的职位 但却从来不想着 让自己孩子当大官 更不要说真的缴和进政治之中 凡事别太争上友 但也别太差 考个还不错的大学 出来投靠体制 做个中等天上的人 平平安安的 就挺好 如果单这么去看 这种保守苟安的人生理想 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大部分中国家长的内心期盼 但老舍得构思的巧妙处在于 他通过戏剧化的情节 将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 张大哥们的生存哲学 与社会变革之间的 内在对立关系给揭示了出来 即暂时稳定的生活状态 会使小市民阶层产生一种宁静 安全的幻觉 而与他们地位相应的知识水平 又是他们易于接受封建的文化思想的 训染来完成对自我的训化 这使得这个阶层的政治冷漠 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没有政治态度 就是张大哥们的政治态度 他身上的每根毫毛都合着社会的意思掌 而绝没有一根道毛 无论对什么人 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 因为在他看来 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 对于革命党 他必须永远留着神躲着走 非到革命党做了官 他是绝不送礼 四世同堂中的齐家老太野 同样也是这样常识的结晶 智慧的化身 哪怕整个民族都即将陷于危难之中 他最关心的仍是家里 是否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 在他看来 不管外面闹得多么凶 只要关上大门 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张大哥们看到这里多半是不服的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反问一句 认清了又能怎么样呢 什么也改变不了 只能给自己徒增苦闷 而有趣的是 老舍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安排了老李这样一个张大哥的镜像角色 这人吧 既有新思想 也有旧毛病 夹在中间 活得极为的拧棒 在生活中 像老李这样处处挨欺负的老实人 似乎要比张大哥们多得多 论学问和资格 老李比张大哥强得多 但是坐在一起 张大哥献个纵横皮的大领导 老李却活像个小跟班 张大哥的每根神经都能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极善与人交际 奔走斡旋 留须拍马什么的更是信手拈来 而老李呢 处处偷着迟钝和迂腐 不知如何与人搞好关系 所以干脆靠自己力气挣钱吃饭 不过问别人的事 看到老李 我就不禁想起黄梓华曾说过的一段台词 大意是 我以前一直安慰自己 我是不屑于去做那些溜须拍马的事 才会处处受人打压 怀猜不欲 后来 当我哆哆嗦嗦去送个礼 发现压根不知道怎么开口时 我才意识到 我只是嘴硬 我不是不屑于去做 我是压根不会做 从小到大 压根就没人教过我 该如何去拍马屁 其实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很多人表面的耿直 并不是源于自己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准 只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家庭教育 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凡是出现一个张大哥这样的 所谓的贵人 领他们进门 立马就能切换成另一番的嘴脸 不过小说中的老李并不属于此类 他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张大哥 他们那些中产阶级的热闹和无聊 并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傲的 当午夜梦回之时 老李也曾独自审问自己的内心 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和世上乐园的实现 相距着多少世纪 老李他自己审问自己 你在哪儿站着呢 恍惚 但是呢 一碰到具体的困难 小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又立马暴露出来 嫌弃人即交往中的客套和虚伪 但是又混迹其中 小赵们欺辱到头上 也不敢反抗 只敢喝闷酒 在心里骂自己怂祸 嫌弃机关单位里的人是为素餐 满嘴官话 不干正事 但是又不见他实际做出什么改变 反倒是也一起在其中瞎混 碰上了困难 扭扭捏捏的 最终还是花钱送礼 托关系 看不上张大哥们整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视景 觉得生活太平庸 没有失忆 但是又舍不下家庭的安逸 成天向往独立女性的美好 可露到实际里 连帮妻子分担点家务也不乐意 到头来 不管老李整天怎么嘴上喊社会的黑暗 内心的失忆 实际干的事 却和张大哥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是苟安 甚至说 他连张大哥还不如 在任命之上 还加了层虚伪 在小说中 老舍曾多次暗示 老李之所以爱马太太 并不是出于美貌 而是把她幻想称 一个孤傲 独立的代表来喜爱 人越是缺什么 越想要什么 自己在现实里越是怯懦 越是没出息 越想和那些真正自由的灵魂靠近 向往着和她一起浪漫一回 反叛一回 所以当故事的结尾 马太太向马先生妥协 让小三进了门 她立马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失忆 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 静美 静美 独立 什么也没有了 生命只是妥协 敷衍 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 别人还可以 她 她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整个故事看下来 老李比张大哥还有可悲 张大哥起码能做到知心合一 享受生活的悲锁 并在其中给自己找点乐趣 但老李却是对自己周边的一切 有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但却因为放不下安稳的生活 只能选择在嘴上嚷嚷两句 或是干脆把那点过剩的精力 投入到寻找虚无缥缈的失忆之中 这样的人 就算逃到了乡下去 又能怎么样呢 他的牢笼 从来不是财政所 也不是北平 而是他的心 老李这种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 可以视为是张大哥形象的补充 通过二者的生活悲剧 进一步表现了 中国现代市民社会 所残存的保守 怯懦 温顺的小市民性格的悲剧性 并意图引导出 整个制度不能下去的结论 所长是谁 官僚兼土匪 小赵 骗子兼科员 张大哥 男性的媒婆 吴太吉 饭桶兼把式将 这一堆东西可以组成一个机关 再看那些太太们 有一个得样的没有 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间人物 也要生儿养女 为民族谋发展 笑话 一定有个总毛病 不然 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 既然允许他们存在 除了瞎闹 叫他们干什么 他嘱咐自己 不必再为自己那一点点事伤心了 在臭地方 不会有什么美满生活 臭地方 不会出完好的女子 即使能恋爱自由 又能美到哪去 他心中有了些力量 往大处看 往大处看 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 要从新的整部的建设起来 不是多接几个吻 叫几成搭令就能成的 老舍不满于他所熟悉的市民阶层宗法封建性的生活方式 厌恶这片生活的沼泽里 滋生的蜕鹰 与人的进取精神不相容的独军 他真诚的期望在这一世界里 发现对于人生的积极态度 期望他所既恨且爱的市民社会小人物 能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力量 恢复被传统禁锢了的人性 而1933年的老舍 对于代表着未来的社会力量还不完全了解 不理解他们的斗争 当他写到政党斗争 写到革命党人 写到有组织的阶级对抗时 他的口吻又退化回了一个小市民 变回了他笔下矛盾的劳理 而小说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受限于时代 老舍先生的女性意识 依旧偏向于传统保守 最为典型的就是 对李太太这个角色的刻画 如果放在鲁迅巴金等人的笔下 写作的方向 多半是哀妻愚昧 暴露守旧 呼唤女性在思想启蒙下 需要尽快的觉醒个人意识 但是老舍对这个人物的讽刺 仅仅是局限在 他受城市现代女性的挑唆 而放弃传统女性 该有的安分 淳朴 通情达理 盲目的学习 城市里女性的肤浅时髦 搞得不伦不类 扬相频出 然而即便如此 在老舍的笔下 这个操持家庭的乡下妇女 也要比邱太太那些 盲目追求浪漫的 都市摩登女性强得多 在她看来 部分有知识有个性的女性 既不能如张大嫂一样 料理家务 抚养孩子 孝敬老人 把家上下打理的井井有条 又缺乏对丈夫的尊重 以使唤丈夫为乐 让老邱成了苦闷的象征 是十分失败的 这种始终把女性的家庭价值 放在第一位的评价标准 透露出了老舍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的保守倾向 不过人的思想本来就是不断的进步的 等到了三年后 也就是1936年 创作骆驼翔子之时的老舍 已经不再将自己的目光 仅仅局限于自己熟悉的小市民阶级 开始关注底层劳动者们的命运悲剧 让自己的作品 向愈发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进发 而当抗日战争爆发后 老舍更是在彻底的认清了 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之后 以斗士的姿态 出现在了统一战线文化团体的左翼一边 以身作则 为现实中的老李们 指出了摆脱内心苦闷的道路 这样一位政治严肃的小说家 热情坦白的知识分子 一旦在内心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就立即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而且从此再没有动摇过 直到生命的尽头 这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不知道看完离婚的你是否有和我不一样的阅读感受 快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吧 我从最早制作骆驼箱子的几期视频 到后来的茶馆 再到这次的两期离婚 我发现我每次加深一点对老舍先生的了解 我的敬佩之情就在内心中又多添加了几分 再一次真诚的向大家推荐去阅读原作 我想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是举人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周在这里与你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所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我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